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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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宝黑探真是可惜 本来就是壮严之位 就应该是 稳稳当当就是你的了 求求你了 你都说了一万遍了 哪有什么可惜啊 虽然你没有高中壮严 可皇上还是许给你龙图阁大学士的头衔 岂不是塞翁师马吗 要知道状元是天子的门生 大学士那可是皇帝的谋臣 比状元高得多 说不定哪天包整成为最年轻的大学士 厉害非常 什么状元不状元 你的包大哥根本不稀罕 其实高中不高中状元 对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你庞厕就的发展也不错嘛 你是不是被太阳晒坏脑子了 什么庞厕呀 我叫公孙厕 你跟飞燕是有一吻之缘 住住庞家也是迟早的事啊 对 你这才叫庞厕施马 胭脂非福啊 嗯 哈哈哈哈 那匹胭脂马呀多谢了 只有傻子才会对他感兴趣 有谁的娶了他呀 这辈子算是完了 哎 你可不能这么说他啊 飞燕可是最喜欢有才学的人 说不定有一天哪 他发现你的好处倾心相许 你们不要胡说啊 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啊 哎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 是你根本没有才学 还是飞燕根本就不会喜欢你啊 你们可以慢慢说 你们怎么说都可以 反正啊 我是不会理你们的 因为我已经有了梦中情人 哦 梦中情人 谁啊 在我中毒的时候 我的梦里出现了一个小仙女 她才是完美的女人呢 那么温柔 那么美 她还为我哭了 真的是好凄美啊 哎呀 喂喂喂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飞燕就会像你梦中的那个小仙女那样 温柔可人呢 对 闭嘴啊 你怎么可以把她跟小仙女相提并论呢 这是对小仙女的亵渎 你们少来啊 她哪来的那么温柔啊 我是真的怕她啊 我倒希望啊 永远都不要见到她才好 是吗 也许有一天还会再相会呢 啊 这个缘分啊 留给你自己吧 哎呀 你们不要再吵了好不好 咱们走吧 哎 你急什么呀 哎 这好像不是去卢州方向吧 哦 哦 捷径 捷径 站住 捷径 这是什么字 向国寺 还撒谎 嘿嘿 包大哥 我已经离寺两个月了 我回去看看 对不对吗 哎 而且向国寺也是有名的风景名胜啊 哎 一起去看看 有什么不好的吗 嘿嘿 我不去 我最讨厌别人撒谎了 而且每次顺便去一下 都会出事情 上次在尹益村已经出事了 这次去向国寺啊 说不定连命都丢了 我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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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说死我也不去 哎 朱朱姐姐 哎 公宋大哥 嗯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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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国寺真不可以为国寺 就连山下的小镇都以这为名 嗯 嗯 嗯 哎呀 宝黑炭 你不要再板着脸了 你再这样黑下去 就变成昆仑奴了 就是嘛 就当陪朋友回自家嘛 包大哥 朋友 我早晚上你这个朋友害死 哎呀 哎呀 你放心吧 就当是游山玩水了 不会有事的是吧 去去去 哎 不管怎么样 就三天 三天之后我肯定走 哎 行行行 三天就三天 三天之后呢 你不走 我抬你走 哦 哦 错了 错了错了 你不会走不动 没事 没事的 哎 哎 哎 二师兄这么巧啊 哦 我知道了 你下山来收田租的是吧 阿弥陀佛 小师弟 好久不见了 是啊 好久不见 很想你啊 哎 包大哥 这位是我的二师兄 戒称大师 二师兄 这位是我的朋友包大哥 这位是楚楚姐姐 嗯 这位是庞春 哦 不不不不 是公孙大哥 各位施主 贫僧还要办点事情 再会 哎 谁让你们看包子 站一下 二师兄的样子 还是没有变 从我见识到现在啊 二师兄的样子 还是没有变 一句话也不多说 我觉得他不是不喜欢说话 而是城府颇深啊 不是啊 二师兄是掌管 向国寺的财物 从山上往下看到的 这种田地 都是我们向国寺的 向国寺那么有钱呢 他掌管财物 当然比较警惕了 很少说话 平时我们开玩笑时候说 他的法号 应该叫介语才对 你是继名出家的 也该有法号啊 你的法号叫什么啊 这个 又是你们五个啊 两个月不见你 还以为你死了呢 原来你还没死 嘿嘿 哎 怎么样 牛糞的味道还好吧 告诉你 这只是小小的惩戒 还有更好玩的等着你呢 走 走 你跑 别飞了 不要让我抓到你们 他们都是什么人呢 他们是当地的小流氓 组成武蜀 平常在镇上偷点东西 混日子 还跑到我们向国寺偷东西 被我抓了两次 所以怀恨在心 那 他们偷东西 他们爹娘不管吗 他们哪有人管哪 他们是孤儿 这么说 他们也蛮可怜的嘛 没有人养他们 只好去偷东西了 孤儿不一定要偷东西的 是他们本性坏 哎 你不能这么说呀 你是属于幸运的 有人收留你 其实除了你那个 不在世的哥哥 你不也是个孤儿吗 就是嘛 我就没有偷东西 孤儿有两种 一种是好的 一种是坏的 我就是那种好的 包大哥快点 快点快点 这儿就是小师叔 快点 到我到我 小师叔 你好 小师叔 小师叔 包大哥 快点 来 来 好 哇 相国寺真不愧为大宋之国寺 嗯 每个僧人都是身怀绝技 佛法和武功都有不凡之处啊 是啊 相国寺人才辈出 一个普通的管事僧人 如果到了其他寺里 绝对是当主持的 哦 哎 跟我来吧 哎 小师叔 你回来了 哎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正好可以赶上初五 主持改选大连 哎呀 我就是为这个回来的 哦 原来如此啊 呃 呃 呃 包大哥 不说这个 去见我师父吧 我带你们去吧 好 有劳了 哎 走吧 嗯 嗯 这回呀 你死定了 嗯 哎 包大哥 包大哥 你看我们相国寺多漂亮 是重刷的一遍哪 哼 施主 有请 哦 有劳了 哎 包大哥 包大哥 我们师兄弟呢 都住在新相防 你们就住在多相防吧 这几天我不可以陪你们太晚 中间这扇门会上锁的 没关系 反正就住三天嘛 赔不赔无所谓 嗯 哎 公司大哥 公司大哥 重刷姐姐 请 小师叔 你稍等片刻 我去向师父通传一声 不必了 我已经知道了 哎 哎 大师兄 我一听到说话的声音 就知道是你了 哎 来来来 这位是我的大师兄 建议大师 哦 大师 大师好 大师好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他们听说 寺里要改选住持 所以一起跟我来观礼 是吗 哦 哦 是是是 是啊 是 哎 哎 阿弥陀佛 各位真是有心了 呃 我们 这个和尚改选和尚头 只是随意随意 恐怕没什么好看的 令诸位失望了 哦 哈哈 大师见笑了 嗯 我们只怕是不懂 四理的规矩 冒犯之处 还请大师见谅 哦 哦 诸位 就不必拘礼了 啊 礼佛在心 只是随缘是意 呃 大家随意 大家随意 啊 哈哈 好好 哎 哎 哎 大师兄大师兄 师父到底在哪里啊 呃 师父在做舞课呀 嗯 你呀 还是晚一点去吧 哦 哎 你走了这两个多月呀 师父的身体越来越差 真令人担忧啊 哎 哎 那 师父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 嗯 其实啊 也没有什么 众生在世 受的是无名和业力之苦 只是为了达到超脱轮回 接受我们的修佛之本 佛有三身身体皮囊 只是外在形象 是最威莫的 那你就不用牵挂了 啊 大师兄教诲的是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你不要唠叨了 你快带你的朋友到处去走走吧 啊 是 哈哈哈哈 啊 啊 那贫僧就不相陪了 各位随便看看 随意随意啊 哈哈哈哈 那师陪了 大师慢走 大师慢走 好好好 哈哈哈哈 包大哥 嗯 哎 你的大师兄比你的二师兄可爱多了 是啊 哈哈哈哈 他不应该叫介义大师 应该叫随意大师 对不对 哈哈 大师兄在寺里面人缘很好 在寺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他管 他跟二师兄一个管理一个管外 哎 来 你还没告诉我们你的法号呢 你叫什么呀 哎 对啊 叫什么 这个 啊 哦 对了 我我带你们到后山去看看 那那富姐太漂亮了 包大哥走 哎 我带你去 哎 快点 走 哎 哎 走 走 哎 包大哥快点 这边田地啊都是我们向国寺 哎 我们吃的东西啊 都是从这儿来的 啊 哎 那片树林也是向国寺的吗 是啊 那我过去玩玩吧 哎 我们别去了 那边树林 叫做枝返林 枝返林 迷途枝返 嗯 包大哥很聪明 这片树林啊 非常大 岔路很多 很容易迷路 所以 我们还是不要去好了 啊 南无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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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和尚是不是都是犯了戒的僧人吗 他们都是狗肉了 怎么可能 这些都是上课的时候迟到了或者做功课的时候打瞌睡就被处罚念现金啊 嗯 打瞌睡也会被罚 哎呀 这果然死过一森严呢 那要是在天虹书院那不就惨了 是不是啊 嗯 要是你啊 肯定就完蛋了 天天都在睡了 叫迟到 好 好 妈 来 那 ей ys y led 南无阿弥陀佛 三师兄 这位大师父好大拍头啊 不过还好 只多打十下 什么打十下 是打十棒 就是说 要把这个棒子打断 把十根棒子打断哪 对啊 这一加行 就要打断二十根棒子了 那位师父也太厉害了吧 这位是剑贤大师 他是剑律院的住持 每个人都很害怕他 这怎么会有把剑呢 这还有个洞 这是不是武林高手插进去的 不会吧 谁有这么高的武功啊 有 在十年前 号称武林第一高手的龙千山插进去 当时他来我们向国寺 挑战我的师父 要见一下大日如来昼看一下 师父当然不借给他看了 所以两个人就大战了一天一夜 天后 在打斗中 龙千山把剑插了进去 果然是第一高手啊 嗯 哎 那你师父被打败了吗 不 我师父的剑 全部都给插了进去 这助持的武功深不可测啊 我师父在武学上面有很高的悟性 三十年前就已经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高手了 后来他去四过牙四过了一年 四穿了空明掌 独步武林 龙千山就败在这种掌法下 尖头吃了一掌败走了 但是他不服输 刘花说十年后一定会回来 再借大日如来昼的 哎 你说的那个大日如来昼是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那个龙千山一定要得到才甘心呢 大日如来昼是达姆祖师的一份手稿 据说曾经有人从中参透出高深的武学 可以无敌天下 一直是本次的镇似之宝 不过师父说除非功力极高定力极深 否则练上面的武光很容易走火入魔 而且他觉得练武只是强身健体 让大家修佛的时候更加头脑清明 沉迷武学是一种执着 所以他自己没有练 也禁止本次中任何人看 你张口一个本次闭口一个本次 就好像你是出家和尚一样 哎 对了 那你的法号是什么呀 司里每个和尚都叫你小师叔或者小师弟 那你还没有告诉我们大家 你的法号到底是什么呀 嗯 嗯 那么个嗯 这个哎 对你们晚上吃点什么 我让摘房给你们准备一下 在这儿只能吃醋了 哎 吃什么都无所谓 你先告诉我们你的法号叫什么 哎 说呀 哎 小师弟 师父刚刚做完午课 他想要见你 哎 哎 哎 我先去了 你们马上来 哎 走走走走 走 哎 师父 师叔 师父 师父 回来了 哎 你寄来的信 维师已经收到了 嗯 知道你哥的事已经解决了 嗯 维师还生怕你闯出祸来呢 嗯 师父 你的身体 你 不要这样 出家人 五无运皆空 早已参透生死了 师父 你不要乱说 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长命百岁的 哎 在客人面前 不要这样 哈哈 我们相逢数十载 比兄弟还要亲 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什么客人不客人哪 哈哈 杭大人好 嗯 我说三年没见你了 都长这么高了 我们真是 不得不负老啊 哈哈 杭大人 是朝廷派来 参加新主持大典的 嗯 这位是包大哥包整 他很聪明 皇帝和八小岸都很喜欢他 哎 这位是公孙大哥 那位是厨叔姐姐 这位是我的师父 颜悔大师 哦 大师 还有这位是我师叔 悟道大师 大师 阿弥陀佛 还有这位 是杭学府 杭大人 哦 学府大人 哦 你就是包整 我在京城 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 哈哈 不敢当 都说你是天下第一聪明人 朝中百官 无人能及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哈哈哈哈 岂敢 岂敢 我这里倒有一个难题 看你能不能帮助 你既然是天下第一聪明人 你就一定可以帮我 大人 等等 这是西夏王上月送给幽州刺史的一封信 意思很明白 天心当然是指中原 要来天心取敏 要不然就得派人到幽州去取 那就得兵戎相见了 这个西夏王他是个疯狂之人 他要我们在这四个字上 每一个字上加一笔 给他回信 这分明是危险吗 就是 每个字加一笔 还要回信 谁能做到啊 那当然了 兵来匠的 可是辽国已是虎视眈眈 所以幽州刺史没有办法 昨天集地上京 要我呢 找人帮忙解答 宝贤 你好称天下第一聪明 不知你是否可以解答 而又不失我大宋的天威呢 我就知道你解决不了这道难题 那我还是上表朝廷 让朝廷中的真贤人来解答吧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 虽然我不是很聪明 可也能解答 哦 真的吗 未必敢来 好 这才是最佳的回信 哈 这个问题并不难 就是嘛 一块黑炭都能打得出来 只是你这大官打不出来 哈哈哈 这朝中果真是能人辈出啊 那个什么熏府 摆什么臭架子 看着都不舒服 说说什么帮忙 其实他就是考包大哥的 诶 展昭 看他跟你师父很熟的样子 他是什么人啊 杭巡府和我师父是一起长大的结拜兄弟 我师父俗家的名字叫做高飞虎 他们和声西川虎豹 哦 两人年轻的时候一起在陆林打滚 后来被我师父的师父点化了 然后他们就归以我佛 而杭大人也考上了功名成了巡府 哎 杭巫师兄 哦 杭巢啊 时候不早了 带你的朋友到膳房用饭吧 是 杭巢 原来原来你的法号是 杭巢别走 别笑了 别笑了 有什么好笑的 没有什么嘛 小色鬼 哎呀 不告诉你们 早就知道明晖酱 哎 其实 大家都的朋友 你犯了什么色戒 直说无妨吗 就是 你不懂 不是那个色 哎 都是一样的色嘛 都应该戒的 哎呀 色不是色鬼的色 是色相的色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的色 哦 色是佛家的说法 三千大千世界 世间万象都是色 都是空 都是像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嘛 哦 哦 那既然这样你干嘛不叫戒空啊 嗯 那是 掌管厨房的四师兄 已经叫戒空了 嗯 那你也可以叫戒相嘛 戒相是九师兄 谁让我入门池呢 名字都被他们叫完了 对对对对对 你们别胡闹了 你入门池 那叫戒池啊 或叫戒小 对对 实在不行 叫那个戒末也行啊 对不对 叫戒奶也可以啊 哦呦 原来展大侠还没有戒奶啊 哎 展大侠 你不要生气啊 这个奶啊 不是奶水的奶 对对对对 是那个有容奶大的奶 对对对对 戒奶 对啊 我警告你们啊 再乱说的话 杀武士 哇 人这个向国寺危机重重 要死人的 小心小心啊 当然会死人的 不过是笑死的 对对对 所以呀还要戒笑 戒笑 我来我来 不是我干的 哎 过来 站住 快的 又来通过去 杨王 抓住你们 让你们好好看 站住不要跑 快欢开 快快 快快 知道为什么 差呀 滞机 興起 君细極 赶近 还想吃狗血 别跟着 再来 又是你们五个 你们先走 走 还要跑吗 爷爷是不想跑了 要不然就凭你这头肥猪 抓住住我锦毛鼠白玉堂 你还嘴饿 信不信我怪你一嘴狗尿 大师 出家人不该妄动无名 什么妄动无名 他们天天都是来偷吃的 我只是博实成绩 你敢怪我狗尿 我下一次一定十倍奉还 大师傅 其实他们也是饿了才会处死下策 不如他向你赔个不是 你放了他们吧 我锦毛鼠从来不会向人赔不是 其实我根本不是饿 只是陪这些和尚玩 姑娘你也听到了 他根本就无可救药 臭小子你今天自己找死 放他走吧 师父你不知道他们 你不用说了 我都知道 小施主 以后有什么事你尽管说话 不要做这种不好的举动 要知道大饿大邪 都是由小事开始的 所以物以恶小而为之啊 以后不要再偷东西了 室里有菜饭 你们可以随时来吃 师父 不但不抓他们 还要让他们白吃白喝啊 解空 你们请我来吃我也不会来吃 我才不喜欢这里的臭饭 这里和尚臭 做出来的饭也是臭的 你胡说什么 你不要以为 解空 带小施主出四去吧 是 走 师父每次都那么认识 都犯过那几个小鬼 什么 小鬼 我看借色大师 比那几个小鬼还小几岁吗 帕和尚 这不是下山的路 以为我们要等一下才下山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 以为来向国寺捣乱 就这么容易的让你碰掉吗 师父心存慈悲 希望以仁慈开导你 却不知你顽劣成性 不识成绩 不能导你项山 呃 四和尚 下次我不会放过你的 这只是小小的成绩 向国寺不是无法无天的地方 你做错了事 就该上罚 四和尚 我一定找你算账的 好 我等你 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嗯 哎 起来起来 快点起来 快点起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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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贵干哪 借色大师 我警告你 以后不准再叫我借色 为什么不能叫你借色啊 你明明就叫借色嘛 人人都能叫 为什么我不能叫啊 别人是当过名字来叫 你却当过笑话来叫 好好好 借色 对不起 展昭大侠 有何贵干啊 对了 有人挑我们场战 吃着 请用茶 请用茶 慢点 你说的就是他吗 他就是吐蕃大妈 达摩志上师 达摩志上师 远路来访 不知有何借鉴哪 阿弥陀佛 小僧是来自西域藩邦 不远千里登门 只是想来研究佛理 大家虽属宗派不同 小僧属密宗 相国寺属禅宗 但佛理本为一体 本来就是越辩越明 久闻相国寺乃大宋国寺 佛法精湛 主持颜悔大师 坐下重途 更是修为高深 小僧特意前来 向各位大师请教 切磋 什么研究佛理 明明是来挑战的嘛 礼佛在心中 各人机缘不同 间接自有区别 大家一起研究则可 若是想分个对错 那就大可不必了 朱迟大师 此言诧异 个人见解有所不同 但佛性本身是一体 没有是非哪有佛性呢 此意已是非 彼意已是非 如何知道 书是书非呀 既然此意已是非 彼意已是非 就总有是非在嘛 既然有是非在 那就有切磋的必要 不知大师处处相避 恐怕会让一些无实之士 以为中土佛道凋零 不敢相辨哪 小僧介意愿听上师妙语 好啊 小僧就有一事请教 请问大师日里如何参禅呢 静坐参禅 如果静坐可以参禅 那天下所有的人坐下来 不都可以成佛了吗 啊 嗯 古安吏 不愧是密宗之汴京高手 那 不知介称大师日里如何参禅呢 只要心中有佛 无事不是参禅 小僧每天 只是关关门扫扫地而已 佛门乃静地 既是地静 又何须再扫呢 既是空门 又有何处门可关呢 上师此言有误 静地不长扫 就不成其为静地 空门一关 关的不是外人 只是关了些红尘在外道 打得好 打得好 红尘万丈 你的净土扫来扫去也扫不干净 那又如何呢 其实静地空门本来虚无 你我心中无遗物 那又何处惹尘埃呢 上师此言差异 如若上师心中真的本无遗物 那又何来心内心外之分 天地既是我心 我心既是天地 住持大师 恕小声无礼 阿弥陀佛 上师 中土果然能忍很多呀 佩服佩服 无量受佛 今日得小施主解说佛法 受益匪浅哪 刚才小僧狂妄之处 望大师赎罪 上师客气了 明天是我寺改选住持的大殿 如果上师没有要事 贫僧想请上师留下 参与我们的大殿 不知可有兴趣啊 好啊 贫僧就见识一下 这天下第一大四的大殿 啊 住持 住持 大师不好了 见空 见空师叔他归西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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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弟子上山的时候 看见了 看见师叔的尸体 就在山崖下 可能是从山上 师祖跌下去的 可惜可惜啊 阿弥陀佛 师叔平时很小心的 怎么会遭到不测呢 是啊 师叔平时很害怕去崖边的 怎么会掉下去的 对了 昨天晚上 师叔曾教训过 那个叫什么锦毛鼠的 会不会 是啊 师叔一直负责厨房 五鼠他们经常来偷东西 一直都对师叔很不满 所以 昨天那个锦毛鼠 被师叔教训之后 恨得牙痒痒 说不定要找师叔报仇 难道他真的心有不甘 所以偷偷上来痛下杀手 锦毛鼠 我今天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解释 你到哪里去 我去抓那五个老鼠 给师兄报仇 你不要冲动 那五鼠虽然是些顽皮的孩子 平时也做过一些坏事 可他们绝不是敢杀人的那种 主持师兄说得对 你无凭无据 怎么能说是他们呢 况且杀人可不比捏死一只蚂蚁 他们断然不敢妄为的 对了解公大师 恐怕只是不小心师祖而已 就这样吧 那么去找官府找他们问话 不管是不是他们做的 总会查个水落石出 来人哪 在 你们现在派人下山找官府 马上调查这件事情 是 保黑坦 人家借色大师是死了师兄 所以不开心 喂 又没你什么事 你干嘛这样啊 反正我心里总有点忐忑 我都说过嘛 说不定来了相国寺又会出什么死人的事情 相国寺又一语成证了 人生是正务常 四师兄人缘又好 又爱开玩笑 做的东西又好吃 这次改选住持大会 僧众一起投票 四师兄肯定最多了 你是说本来四师兄也有机会做住持 是啊 师父有四个入师大弟子 新的住持大概就从他们四个里面选出来 现在四师兄死了 只剩下他们三位师兄了 难道借空的死跟选住持有关 现在说什么都为是过早 不会吧 三位师兄德高望重 应该不会的 是啊 也许借空大师真是意外失足而死 也说不定啊 又出什么事了 哎呀 没事儿 是住持召集众人到大殿 明天 我们举行无遮大会 选举新的住持 哎 无遮大会 是不是大家不穿衣服来选 嗯 什么啊 无遮大会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 坦坦荡荡的辩论佛经 如果有谁不同意啊 可以坦言反驳 无遮啊 就是心中坦荡 没有遮拦的意思 是佛家的传统 什么不穿衣服 明天的无遮大会 我们将请杭大人 达摩志上师做评判 这里是空明百问 什么是空明百问 哦 就是佛经上的一百个问题 只要是寺里的人 愿意担当着住持的重担 都可以拿去一试 明天交卷 答得好的 就可以参加无遮大会的辩论 所谓不执着 是不执着于事物 不执着于名利 所以就不用执着于他人之眼光 自觉有能的人 都可以拿去一试 借义 借臣 借贤 拿去吧 是 是 还有没有要拿的 好 既然如此 就此决定 明天看借义 借称 借贤 借贤的答卷 再选出新住持 阿弥陀 阿弥陀 快 快 咱们 卢 索 陽 然后 你看 你инirt 脑子 你在干什么 我等一下想到悬崖边 拜金俠四师兄 那边 到这边来走 他们怎么不坐那儿 这边是大师兄的弟子 那边是二师兄的弟子 他们平常各做各的 很少来玩 四师兄 从我到四里到现在 一直对我很好 做好吃的给我吃 为什么 好人一定要早死呢 为什么 展昭 不要太伤心了 戒空大师一去 也算是一了百了 少了很多烦恼 以四内目前的形势看 这次推选新住址 也是暗流密布 如果戒空大师还在的话 恐怕也会被卷进去的 你又在想什么呢 戒空大师不是施足调小雪 你怎么知道 你们看 这些脚印 戒空大师身体胖重 所以 他的脚印还隐约可见 而且从脚印来看 他是倒退了两步才掉下去 确实是这样 嗯 你们看 如果 他是失足掉下去 那么这边应该有痕迹 可是现在却没有 这双脚印 说明他是背下了悬崖站着的 戒空大师好吃 所以 在他面前 有一堆花生壳 我看呢 是他正跟人交谈的时候 被人从正面推下去 肯定是巫术 我要把他抓回来 哎哎哎哎哎哎哎 等等等等 这还只是我的推测 也不能确定是巫术啊 我看 还是先回去告诉住持大师 让他决定吧 在世上 一种即逝的光影 能让所有美丽 从此也不再凋零 如果是这样 我可以安慰自己 在没有你的夜里 能画出一些光明 留得住快乐 全部都送去给你 苦涩的味道 从此也不用分开 相爱自天和地 还能在同一天空 月亮太阳再相遇 生命中只要有你 什么都变了可以 让所有流星随时都相依 从此在人世上也没有 无奈的分离 如果不用睁着眼睛 看你远走的背影 没有变怀的青春 没有失落的爱情 所有承诺永恒的像星星 使用中国的一切 中心让你终于 否则 俩最后